見到那個傻仔嗎? 在那裡等我 不得了不得了 搞了一輪東西 遲到現在 Let's go 出發 現在我就下了樓下 用著這個高譜 然後再配這個 ETM008這個指向咪 去拍攝 加上Hyper Smooth 在室內光的環境下 其實高譜是不錯的 不過今天我要去的地方 是一個室內的環境 看看室內的環境 那會不會是低光的時候 高譜就出事了 看看會不會是這樣的 那我也要等巴士 到了 現在巴士到了 我要上車了 駕鳴 出發 我會不停的 最經典的環境下 就要是貢mont 有誰的環境下 看見那個傻仔嗎? 在他等我啊 其實今天去哪裏呢? 今天就是去我排球隊的一個隊員 生日 我們就去一個工廠大廈裡面 有一個Game Room 試試去玩一下 就是那邊的工廠大廈 不過呢 話時說呢 現在我用一個指向式的ETM咪 如果我拆了咪 用GoPro裡面的聲音 看看怎樣 我拔掉它 拔掉了 條線現在掉了出來 聽到的聲音 全部都是比較散的聲音 就不是一些插進去的聲音 加上周邊環境 可能那些車聲已經蓋過 但是會蓋過我的聲音 我拆掉下去 看看是否指向式咪 是否發揮功用 否則整個東西都沒有用 回來了 那些聲音應該指向我 就會好聲很多 起碼不會聽到旁邊的吵雜聲那麼多 起碼聽到我好聲一點 不過我都怕那些周邊產品 令到它頂了 哇 我終於到了 你看看 有一個等了很久的人 就是它啦 尹尹尹尹 但是這邊 麻煩你 遲到的人 是要走的 沙咀道 應該在這邊吧 嗨 喂 到了吧 到了吧 應該這裡 哇 無法進去 欸欸 電梯 電梯 大堂入口處 這裡 這邊的鎖 是不是真的這邊的 小離工廠大廈 但其實我們已經遲了幾分鐘呢 遲了半個小時了 即是給了半個小時錢 沒有玩到 這裡 進去 25樓 25 3 喂 有鏡子 馬上放一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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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麼恐怖 究竟 低光環境 但你知不知道去哪裏 試試高步 這個穩定氣球威力 但是 喂 到了嗎 在這裡 在這裡 嗨 你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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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麼恐怖 In a big party 嘿 嘩 這裡挺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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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壽星弓 壽星弓 為什麼躲在裡面 躲在裡面 好 拍一下這些 好緊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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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多大 唉 唱歌啊 唱歌啊 對了 唱吧 唱吧 喂 波波池 頂了 頂過來 頂過來 不要妨礙我 好緊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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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說一次 拍著你 直試一下 一定要搞這支 喂 好憤慈 很好請 沒有打過 你 拆得你 潑灰 那舊時 沒有勇氣 相愛 另一次 你 當個懷念 當我風刺 頂來 吧 блок 高度低光環境之下當然會差一點 始終是運動相機 沒理由三千多元的運動相機和Sony那些萬多的相機 在室外和高光環境之下是絕對OK的 剛才看過街外的影片 但在室外環境之下你會發現 因為推翻ISO ISO ISO 推翻ISO 可能要做一個感光的設定 所以你會發現臉都很模糊 變成柔化的狀態 不過在室外環境拍到這麼方便的相機 接受到就OK了 音樂 等下 黏 閃閃 新技這一齣 budgets 新技術 新艦 音樂 真的 先別看這個 現在我們來挑戰VR 不如不要玩鬼 先拍你的 先去旅途 kabul 阿倫是最好的 你又要借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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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啊, 拍照 这个, 飞过去的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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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玩完了, 终于 今天嘗試一下 全天都是用Gopo做了拍Vlog 現在天黑了 在燈光招牌下面有光的地方拍 否則Gopo可能拍到一批東西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Gopo是否真的可以取得到相機 可以做到Vlogging的效果 它的優點應該是夠Y 但是它要收音 好像我那樣要加一些設備 才會收得好 另外它是夠輕便 一拿出來就可以拍 剛才我發覺如果拍少少B-roll 可以立即調校120格 又或者240格 去做B-roll都是方便的 不過在室內的環境之下 就麻煩少少了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燈會有一些斬斬的 因為輪廓是不同的 這個就沒有我們的大機可以去做設定 而且淺景深就做不到的了 不過它對焦就不需要理 那麼 看看大家覺得要怎樣 這個簡單輕騙夠Y的Vlogging設定 可以都是一個選擇的 那麼我今天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Like我的影片的時候 都Subscribe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我的頻道 我是奇仔 拜拜 喂喂喂喂 還沒走 我順帶一提 一定要說回的 就是說 因為這個Gopo7 它的HyperSmooth 令到我真的 看回的時候 真的好像有一個穩定器 一邊走一邊拍 就是令整條影片很舒服 這個真的是它的大優點 我想我如果用大機 譬如Sony A7 這樣去拍 那真的要一個穩定器 真的很重很重才有這個效果 嘩 正 好 那我現在呢 都用回另外一支自拍棍 這個自拍棍是長一點的 加上這個Gopo7的Wide Angle 那拍下去呢 就更加闊一點 還有呢 就是更加看到 就是外面的景多一點 那所以在這裏 嘩 這樣轉的時候呢 Focus在我的Point那裏呢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樣 大家現在這樣看呢 就是 舒服很多 對吧 好像有一個CAMMAN在我前面 去幫我去錄影一樣 那 所以呢 拿一支長棍去拍 就真的 很舒服 介紹一些景啊 那樣東西的時候呢 都舒服很多 喂 喂 我現在試一下呢 將那個 即現在我的設定呢 將這支咪呢 就插了上去 那所以呢 就收得 音那麼清楚了 那我用回呢 就是Gopo7裏面 內設的Studio 的聲音呢 就是 如果有封鎖的聲音 那聲音會比較明顯 我現在拔了 好了 那我現在拔了 你聽到的聲音呢 跟剛才呢 是一模一樣的 你聽到的聲音 看看 是清不清楚 旁邊的風聲 又各樣可以不可以 不知道 聲音和剛才有沒有分別 如果沒有分別的時候 即是Gopo7很厲害 Gopo7很厲害 如果沒有分別 那我就不用做這個設定了 那就輕輕鬆鬆 用一部裸機就可以了 不過現在這樣 應該好很多的 加上這支 Y的摺拍棍 爽啊 嘩 嘩 不得了 剛才呢 我看過呢 那條片 我發現那條片 那條片 真的很歪 加上這支 紙拍棍呢 真的很舒服 即是不用低直的手 即是摔下手 來看一下 我摔下手 那就已經認到了 而且呢 發覺Gopo7的聲音呢 它內置的聲音 其實都OK的 不知大家怎麼看呢 那今天呢 到這裡為止了 那如果大家呢 覺得 今次能夠幫到大家 能夠知道 Gopo7這個拍Vlog 是行不行呢 給我一個comment 還有給個like 更加subscribe我 好嗎 阿奇仔 拜拜 嘶 我這樣去看 可以嗎 那是 我這樣做 可以嗎 你可以嗎